知名博主到我家直播 非说我家闹鬼 我严肃到 灯忽明忽暗是电路问题 小孩笑声是收音机串台 哥哥 要相信科学 我身后 狐仙 黄仙 灰仙边点头边乖巧附和 啊 对对对 咦 傍晚 我刚开门就撞见一张帅脸 你好 我是探险博主梁子成 听说你家闹鬼 我能在你家直播吗 帅哥咧着嘴 露出八颗大白牙 神经病 你家才闹鬼 我面无表情趴地关上门 梁子成在外面大喊 那我想租你家做直播场地 一天一签 行吗 我迅速打开门 笑容可居地递出收款码 哥哥快进来 哥哥太客气了 哥哥打算住几天呀 哎呀 瞧我真不懂事 哥哥当然是想住几天住几天啦 梁子成没想到我瞬间化身哥哥怪 一时间有些错愕 他略显迟钝地扫给我五千 先按五天算吧 那我现在就开拍了 他掏出另一部手机 这部手机的后置摄像头上贴了一张熊猫贴纸 应该是担心我不同意入镜 提前做的准备 我扫了一眼他身后 热情地把他推进门 欢快道 拍 拍 哥哥随便拍 想怎么拍就怎么拍 梁子成嘴角一抽 一边往里走 一边撕下贴纸 原本黑乎乎的屏幕 一下就出现了我家前院的景象 只见上面有几具弹幕飘过 这屋子看起来很普通啊 小妹妹看起来也跟普通高中生没什么区别 这真是个鬼宅 楼上是新粉吧 咱们城子可不是一般的探险博主 这个鬼宅也真不一定是那种鬼宅 我这么跟你说吧 主播上次去A市探了的二手房 当时买家想翻新 发现一动工就出事 最后被城子挖出了个凶杀案 对对 我也追了那次直播 我城可牛逼坏了 但我心中的top 一还是他去H市某网红家那场 堪称反转无限 那网红说自己家一到晚上就有哭声 还因为这个被邻居投诉 结果我城直接发现 他家内外结构不一致 硬是找到了个密室 就出一个被囚禁的少女 我也看了 我也看了 后来网红直接被警察叔叔带走了 绝了 我好想知道 现在直播间有没有警察叔叔在偷偷看 哈哈哈哈 这些弹幕实在精彩 我看得津津有味 还忍不住向梁子诚投过去钦佩的目光 梁子诚对我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腼腆的笑了一下 其实没那么厉害 而且发现那些地方都没有鬼以后 我还挺失望的 如果有鬼该有多好啊 我 梁子诚无比期待的看着我 但没关系 我觉得你家有鬼的可能性很大 有粉丝私信我了很多 关于你和你家的事 来到你们村子以后 村民们又跟我说了很多 你家实在太赞了 你在这儿住了这么久 难道不觉得里面闹鬼吗 我一下顿住了脚步 看着期待到整个人 好像都在发光的梁子诚 以及飘在他脑袋上方 好奇地围着他转圈圈的黄鼠狼和蛇 坚定摇头 不觉得 二 飘在梁子诚脑袋上的 是我家的黄仙和柳仙 除此之外 我家还有胡 白 灰三位大仙 他们的原生分别是狐狸 刺猬和老鼠 从我出生起 他们就跟着我了 在我眼里 他们就跟家人和长辈没什么两样 听他们吹 他们都有近千岁了 但我估计他们也就几百岁 而且个别两只心理年龄只有几岁 我家那些奇奇怪怪的传闻 大多是因为他们 所以梁子诚说我家有鬼 那是万万不可能的 我家都有五位保驾线了 谁家好鬼还敢拿你闯啊 那不是找面吗 梁子诚看我回答得如此坚定 不禁露出些许失望的神色 但很快他又振作起来 没关系 可能是你神经大条 我会亲自找出你家有鬼的证据的 我 弹幕又在飞 不过这一次 我是从黄先黄爷爷那知道的 他可能是觉得很新鲜 就用他的老爷子的声音 一个字一个字念起了小年亲吻发的弹幕 哈哈哈哈 主播还没放弃找鬼吗 他也不想想 他的直播间为什么没被封 楼上一语道破真谛 笑付我 最迷信的主播干着最阳间的活 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助他成功 你们不要这么说 橙子 坚定你的信仰 你放心 我会永远守护你的光 哦不 黑暗 我 梁子诚显然已经习惯他粉丝的调调了 一点也不在意他们的打击 甚至兴致勃勃地提出想赶紧参观我家 我可以自己选晚上在哪过夜吗 他用热切的目光扫过我家两层小楼 十分自来熟地往客厅走 柳仙柳思思趁他说话的功夫 扭着暗银色的蛇尾缠上他的胳膊 他把脑袋从下网上伸到梁子诚的手机旁边 吐出的蛇腺子尖尖都成了爱心型 他超兴奋地对我说 玉叶 你看他的手机壳 熊猫的 好可爱 我喜欢他 你让他晚上住我那 嗨嗨 你一条蛇喜欢什么熊猫啊你 我两步走到梁子诚身侧 借着拍他手臂的功夫 一把把柳仙薅了下来 我指着二楼窗户说 主播大哥 我家就一间卧室 在那儿你就住那儿吧 我去客厅睡 柳仙听了 不满地缠到我的小臂上 扭着身体嚷嚷 不行不行 住我那儿 住我那儿 熊猫熊猫 梁子诚挠挠头 一本正经 那怎么行 我是男的 怎么能抢小姑娘的卧室 你给我床被子 我随便在哪儿睡都行 说完 他诧异地看向我的手 你的手怎么了 我低头一看 才发现自己整条小臂 都因为柳仙的用力变红了 我天生痛感迟钝 倒是没发现 柳仙吓了一跳 连忙松开 我的手飘起来 嘴里还嘟囔 太脆弱了 你怎么还没满十八 我朝梁子诚露出一个假笑 乡下虫子躲 可能被哪只长虫爬了吧 柳仙 柳仙大怒 谁是长虫 你才长虫 老娘以后可是会化龙的 三 梁子诚最后没选中以后 会化龙的柳小姐的闺房车库 他选了阁楼 一看就会闹鬼 真想现在就到深夜啊 他个子高 阁楼空高很低 他只能勾搂着背 低着头 但他一点也不觉得逼泽 反而对着阴森森 只有一小扇窗户头 进来一点点光的低爱空间 露出了满意的笑 角落里 盘坐在一堆树上的灰仙皱着眉 这个没礼貌的小子 是哪来的 他在质疑我的法力 不 他没有 他只是有病 梁子诚绕着阁楼走了一圈 最后停在了灰仙面前 他用手摸着下巴 盯着灰仙在的地方瞧了半天 我知道他没有阴阳眼 但看他瞧得那么认真 胸口还是不禁打起了鼓 连灰仙都被盯得发毛 他大怒 看什么看 没见过这么帅的仙吗 梁子诚沉默了片刻 突然弯下腰 把灰仙屁股底下的书扳了起来 连带着灰仙也腾空了 头还穿过了屋顶 梁子诚快乐的说 嘿 这厚度好 我决定晚上就整着他睡觉 刚从书上跳下来的灰仙 拔刀吧 人类 他一找摁住腰间的佩刀 当真下一秒就要拔出 我赶紧上前把书抢走 顺便站到两个人中间 这些书不行 这些是收藏品 我有个备用的枕头给你用 梁子诚挠挠头 还有人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当收藏啊 我一正言辞 这你就不懂了 知识就是力量 开玩笑 这些可是家教辉的重要教辅 没了他们 我怎么考大学 我仔细把书放回原位 灰仙的脸色这才好点 结果一回头 发现梁子诚又蹲到了一个大纸箱前 他仿佛那个好奇宝宝 这是什么 看起来很像电影里面那种 被封印起来的诅咒物品 能看看吗 我大惊失色 这人怎么总能精准地找到 灰仙每一个逆灵 不行 不行 那个不能打开 没想到他更好奇了 给钱也不行吗 我很动摇 脸上露出了愁愁的神色 其实 也不能说是逆灵吧 顶多就是一个 不想被人知道的爱好而已 灰仙一下跳起来 挡在盒子前 指着我大喊 林一叶 你在动摇什么 你敢 梁子诚试探 两千 哥哥请看 我修一个剑步跑上前 一手挥开 那只碍事的灰老鼠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把倒扣的指向拿开 露出了下面的东西 那是一栋木制的 精致的小房子 里面摆着小小的木头家具 桌上还有茶杯 毛笔 小房子的旁边 放着一个圆形的仓鼠跑步机 以及一个宠物碗 全是芭比粉色 灰老鼠的最爱 梁子诚惊讶地摸着下巴 看得十分仔细 他身后的黄爷爷 画成圆形 扒着他的肩膀 对着弹幕 发出了一个疑惑的声音 接着他不太高兴地说 玉爷 你自己看吧 他朝空中吹了一口气 那口气在飘向高处的同时 慢慢幻化成土黄色的细纱 这些细纱 就像有自己的意识一样 他们四散开来 拉出一道朦胧的帷幕 下一秒 一条条弹幕浮现在了帷幕后面 呀 这是仓鼠屋吧 好可爱 一定住着一只 乖巧漂亮的小女鼠 但小女鼠在哪呢 请不要搞刻板印象 男鼠也可以喜欢粉色好吗 话说 这家是不是养了好几种宠物啊 我刚还在阳台 看到一个很大的毛龙垫子 那应该是猫窝狗窝之类的吧 但怎么一只宠物都没见着 都被这个女的虐死了 你们别看他 看起来无害 其实他就是个天生恶种 小时候害死了收养他的爷爷 长大以后 为了独占房产 又是装鬼 又是放蛇 逼走了爷爷的亲人 我亲眼见过他虐待动物 最后这条弹幕是夸张的七彩色 而且还在正中间的位置 挂了足足一分钟 其他粉丝想看不见都不行 很快就有人要他展开说说 与此同时 也有不少人开始谈论起 梁子诚刚进名家村时 村民们跟他聊过的那些话 说是从坟堆捡到的 两岁多 不哭不闹 身上都烂了 抱着人家扫木供的东西啃 他们还说那个老人 本来身体很硬朗的 把孩子捡回去以后不到两年 突然暴毙 但老人是独居 人走了 大家都没发现啊 等在发现的时候 那孩子都跟尸体住了大半个月了 住了大半个月 是人小姑娘的错吗 明明很可怜好吗 那个时候才四五岁吧 得留下多大的阴影啊 阴影个屁 他被发现的时候一直在笑 而且你们不知道 明明没人照顾他 他却一点也没瘦 反而胖了 那尸体也诡异的 没有一点腐烂的迹象 村里的老人说 他根本就是恶鬼转世 他身上的也是鬼疮 你们都别被他那张脸给骗了 又是那条彩色弹幕 发弹幕的人 ID叫融成灵上 很明显 是某个认识我的邻家村的人 我面无表情地垂下眼帘 脑海里闪过村子里那些 或厌恶恐惧 或贪婪际予的目光 内心深处 仿佛有什么东西 想要破壳而出 梁子诚看了一眼手机 把弹幕禁收眼底 他顿了两秒 抬起头 对了 我想问你 我眼神危暗 想看看他会问出什么问题 没想到他刚一开口 整栋房子 突然毫无预兆地震动起来 阁楼上的书架 被震备不断抖动 那些没有排列的很紧密的书 纷纷从架子上掉了下来 我被猝不及防地砸了好几下 我心里那股不太美好的念头 此时全被砸成了 在脑袋上绕圈圈的惊心 就在这时 我身后就传来了 灰仙恼羞成怒的声音 小丫头骗子 连你灰爷爷的寝殿 都敢随便给外人看 看你灰爷爷 今天不打棒你的屁股 我僵硬地回头 只见灰仙陡然化成少年的形态 又长又宽的袍子 无风飘动 他白玉般的脸颊 不满红云 两鬓处的长发 几乎要竖起来 我下意识就捂住屁股 不停朝黄爷爷使眼色 求他救救我 柳仙的丫头没用 别看柳门客灰门 他平时根本不敢 跟灰仙这个暴脾气作对 没见他一进阁楼 就又缠到了 我手上装挂件了吗 黄爷爷哦吼吼地一开目光 不打算插手 梁子诚在一边兴奋地大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里不是非地震带吗 怎么突然地震了 而且我怎么觉得变冷了 闹鬼了吗 终于闹鬼了吗 我生无可恋地看了他一眼 又把目光转向 咬牙切齿的灰仙 我仿佛看到了人生的走马灯 看到了爷爷在白雾中叙叙叨叨 乖娃呀乖娃 一定不要受到黄白之物的诱惑哦 爷爷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不听您的教导 不知道我现在对着空气下跪 然后大喊灰爷饶命的话 会不会坐实我恶鬼转世的身份 应该不会吧 最多也就是被说有病吧 我胡思乱想着 眼看着震感越来越明显 连书架都有要倒塌的危险 一个橘色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门口 他甚至都没看清阁楼内的情况 就破口大骂 灰老六你发什么神经 阁老远就闻到了你那股发霉的味道 房子垮了 你睡下水道去吗 梁子诚震惊地看向他 又更加震惊地看向我 你不是一个人住吗 死 玩球 但没完全玩球 起码灰老鼠牌地震停了 阁楼在一瞬间就像被按下暂停键一样 所有人和仙都停下了动作 胡仙胡逊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他瞟了一眼 浮在半空中的黄仙牌弹幕 接着眼刀一扫 梁子诚握在手里的手机 啪哒一声掉到地上 屏幕上花花绿绿的直播界面瞬间变黑 梁子诚后知后觉地大喊 我的手机 开不了机了 我怎么会突然松手呢 他捧起手机 一脸茫然 没事没事 村里有地方能修 我赶紧把他拉起来 让他远离站在原地 被迫平静下来的灰仙 后者斜着眼睛看胡逊 一脸不耐烦地哼了一声 我急匆匆地催促 主播大哥 我们下去吧 万一又地震了 阁楼会很危险的 梁子诚觉得有理 听话地跟我回到了一楼客厅 餐桌上身穿橘色卫衣 头发绑成狼尾变的胡逊 从袋子里拿出一盒烧鸡 和一盒饭 漂亮的脸上满是歉意 我是育叶的叔叔 真不好意思 不知道有客人来 只买了一份饭 凑合吃点 他推了推眼镜 眉毛微微促起 镜片下的一双丹缝眼里 全是真诚的自责 让人忍不住反省 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 最大恶极的事 才让这样一个漂亮的人 皱了眉 这是湖门天生的魅惑之术 梁子诚倒吸一口凉气 他强行偏头 把目光从胡逊身上 转到我脸上 表情这才慢慢缓和过来 他惊悚道 你叔叔过分好看了 看着他 我都说不出话 还好你跟他长得不像 我佩服他的直白 呵呵 梁子诚把烧鸡和米饭 推到我面前 余光不小心瞟到胡逊 呼吸又止住了 他连忙又盯着我的脸 连喘两口气 说 不了 不了 给林依依吃吧 我带了泡面 他炖了一下 又满脸同情 没想到你家这么困难 两个人吃一份饭 难怪你小小年纪那么贪 努力赚钱 不过 我来的时候 村民说你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一个人住的呀 也没说你有个这么年轻的叔叔 还长得这么好看 该不会 梁子诚脸色一暗 我顿觉不好 这个人难不成发现了什么 毕竟他不是挖出 好几宗大案的知名主播吗 他会不会发觉 我家顶仙了 我脑海里不断思考 刚刚有没有什么漏线的地方 是灰仙饭盆子里残留的香灰 院子里给做的仙楼 还是胡逊脱口而出 柳仙的灰老六 又或者是那些提醒他 我家里有养宠物痕迹的弹幕 我心脏咚咚直跳 紧张地等待梁子诚开口 只见他真诚地凑到我跟前 妹子听歌的 咱不能因为缺钱 就选择被包养 知道吗 我面无表情 大哥 你看他那张脸 用得着包养我 胡逊听了 拖着下巴 笑着冲梁子诚眨眨眼 梁子诚整个呆住了 我随手拿了个靠枕 朝胡逊脸上砸去 有了视线的遮挡 梁子诚这才回过神 他磕磕巴巴 脸颊有些红 对哦 那确实说不清是谁吃亏了 但你也不能砸他呀 那么好看一张脸呢 砸坏了怎么办 我十分比一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 就他 真能拖得了那些案子 胡 梁子诚从他的包里 拿出一盒泡面 和几张打印出来的纸 关于那些纸 他并没有避讳 所以我一眼就看到了 上面的内容 那是这十几年来 关于我们当地的 新闻报道的复印件 大到专门的地方报纸 小到不知道 谁写的直言片语 甚至还有我穿着背心 露出锁骨和背后窗口的照片 所以不论是村民们口中 关于我的传言 还是容成林少说的话 他都早就知道了 我用手指挑出那张照片 问正在烧水的梁子诚 你还调查过我呀 梁子诚头都没回 还是得做点功课的 不能人云亦云 那你怎么想 什么怎么想 哦 我觉得你家真有鬼 你看 你爷爷去世的那段时间 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很明显 就是有人在照顾你呀 还有这里 说寄到你家附近就会枉死 狗不敢经过你家 但喜欢吵你家狂吠 这不都是灵异事件吗 只要假设你家有鬼 不就都说得通了吗 一提到这个话题 梁子诚立刻端着泡面筒飞奔而来 脸上的兴奋之光 差点把我的眼睛闪瞎 你真的不记得 那个时候是谁在照顾你了吗 我一直对外宣称 我忘记了那时的一切 我捂住额头 不去看他的眼睛 但我要是不看他 就会看到 胡逊正在一脸兴致勃勃的看着烧鸡 一副很想提示梁子诚的样子 更不想看 赶紧回头 我犹豫片刻 小声问 你不觉得我很吓人吗 你就没想过 也许我就是那个鬼呢 梁子诚眼睛一瞪 你在说什么傻话 你是人啊 六 乖娃 你要记住 你是人啊 这句话 爷爷也对我说过 我对这个世界的记忆 是从爷爷捡到我的时候才开始的 他拿了一个大盆子给我洗澡 水一浇下去 盆子里就黏黏糊糊都是泥河血 不得好死 只要爷爷不在 就有人偷偷翻院墙 拿石头砸我 骂我是怪物 恶鬼投胎 还有人几次三番 想把我抱走弄死 我总是不知道哭 那些人就更变本加厉 爷爷没办法 只能日日夜夜守着我 去哪都带着我 他内疚得满脸泪 好像把我心里的泪都哭掉了 他呜呜夜夜 乖娃 都怪爷爷没见识 穷 治不好你 爷爷要是不在了 乖娃要怎么生活 我呆傻的站在他脚边 只觉得心口抽抽的疼 然后我说了人生第一句话 胡逊 白楚 我不要爷爷哭 话音刚落 我的影子便从地上站了起来 影子尖尖越翘越高 最后分裂出一只狐狸和一只刺猬 他们口吐人言 尊家 您总算想起我们了 在爷爷的目瞪口袋中 胡逊和白仙分别化成了一位 穿着宽大衣袍的红发青年 和一个矮矮胖胖的白发小女孩 他们一起向爷爷行礼 谢他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 谢他帮我召回了两魂一魄 他们还说 往后将由他们来照料我 我到现在都记得爷爷脸上 混着震惊和害怕的样子 他老人家活了这么久 怕是也没想过自己会见到妖怪 他战战兢兢地问 你们是谁 你们要带走乖娃吗 胡逊诚恳而恭敬 您别担心 我是狐仙 那边那个是白仙 我们是尊家的守护仙 不会伤害他 也不知道爷爷听明白没有 我只看见他不停摇头 不行不行 你们一个年轻人 一个孩子穿得怪模怪样 头发也怪模怪样 怎么照顾得了乖娃 他急匆匆跑过来拉我 偏偏他握着我胳膊的手都在发抖 乖娃 你不能跟他们走 他声音惶恐 家仙都有招财治病 必凶那几的本事 我们走后让你发大财 好不好 爷爷更紧张了 他拽着我 一直重复着同一句话 我不要钱 不卖乖娃 不卖乖娃 我就这么和家仙们一起 留在了临家 之后两年 是我过得最快活的两年 爷爷从家仙们那儿 得知了我的身事 也知晓了我半身 恶创治不好的原因 他听得似懂非懂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乖娃小小年纪 就遭了这么多苦难 往后一定要幸福才行 他不知道从哪听 来了些顶仙的知识 也不管胡迅他们说的 我们和寻常家仙不太一样 哼吃哼吃 就开始给家仙们做房子 生怕他们住的不舒坦 以后抛笑不管 他还抱着字典 一笔一画的 写了厚厚一本现代养娃手册 给胡迅他们 担心他们导养成小动物 他甚至大半夜 边数钱边发愁 焦虑自己 不能多给我们留点生活费 黄仙安慰他 说他们这些仙家 就没差过钱 爷爷听了更着急了 他抓着黄仙的手 老黄啊 我一走 你千万管管孩子们 让他们把头发染回来呀 还有 一定不要骗人类的钱 要找份正经工作养乖娃呀 就连黑白无常 亲自来接他的时候 他都一步三回头的看我 他显得十分放心不下 乖娃 你要记得你是人 以后你一定要做个善良的人 我揪着黑无常的勾魂锁 哭哭啼啼的说好 爷爷又说他是寿终正寝 又有子孙在侧 我该笑 我抓着白无常的袍子 醒了一把鼻涕 朝爷爷笑 一直笑道 我被人类发现 七 农村本就安静 屋子外也没有灯光 所以客厅的灯一灭 家里瞬间一片死寂 梁子诚刚开口问 停电了吗 沙发对面的老旧电视 忽然自己亮了 先是雪花瓶 接着是啪哒啪哒的换台声 最后 电视停在了播放动画片的频道 此时似乎正好是这部动画片 播放片头曲的时间 音乐一响 客厅就荡漾起了小女孩 嘻嘻哈哈的笑声 很是诡异 不出意外 梁子诚往我身边拱了拱 他压低了嗓子 却压不住兴奋 你听见了吗 你看见了吗 闹鬼了吧 我一身正气 灯面是线路问题 电视那是接触不良 笑声是收音机串台 哥哥 要相信科学 我直挺挺站起身 走到墙边打开了灯 又走到沙发旁边 假借着找遥控器的功夫 把那只准时准点 关灯开电视 看动画片的胖刺猬扔到角落 圆鼓鼓的白仙 带着一脑门的问号 乘抛物线状 飞到沙发背后 还在地上弹了两下 他爬起来 小黑豆眼睛左右看了看 立刻挂上了大眼泪痘 孙家 你扔我做什么 啊 不要关我的电视 呜呜呜 我特意订的闹钟 孙家是坏蛋 有本事你就买台新电视联网 让我看啊 呜呜呜 白仙最近再见些事闭关 应该是闹钟一想 就直接跑来看电视了 根本没注意到 家里多了个人类 他法力特殊 一哭一笑 都能让普通人听见 所以这会儿 他的呜呜哇哇的哭声 肯定也被梁子诚听见了 这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的 换成是我 我也觉得是在闹鬼 我回头看梁子诚 发现他正在四处张望 没看到你家有收音机呀 藏哪儿啦 我一下捂住胸口 不知道该从哪句开始吐槽 啊 感觉心好累 啊 我把梁子诚扔给了胡逊 召唤其他四个家仙 到我房间开会 我严肃宣布 在这个普通人离开我们家之前 禁止家仙们 做出违反常态的事 包括但不限于突然险刑 突然施展法力 都沉默了下来 我插着腰 不客气的说 怎么了 你们该不会想上热搜吧 他可是主播 几十万粉的那种 你们想红吗 组一个仙家F5组合 没仙结我的茶 不仅如此 他们看我的眼神也不对劲 那眼神里揉着担忧和郑重 我不自觉的放下了手 家仙们相互看了一眼 最后是一项特立独行的灰仙开了口 他的语气难得平和 玉叶今晚过后你就十八了 一旦成年 你身上的气息就藏不住了 关于这点 我们讨论过很多次 能让你活命的唯一办法 就是藏在云人众生的 分杂气息之中 尽量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可你却在这个偏远的村子里 躲了十几年 还连村民都不肯多接触 一听是这个话题 我立马搭了起脑的装怂 我低声反驳 他们不是好人 他们中的大多数 确实算不上好 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 不是吗 黄爷爷慢慢的说 我背过身 一屁股坐到床上 不想承认他说的是对的 至少爷爷 李阿姨 孟婆婆都是好的 见我不说话 黄爷爷叹了一口气 玉叶啊 这个姓梁的小子不错 心思纯净 不骄不燥 看起来还不差钱 他听了那么多关于你的事 但在没有亲自确认前 对你没有任何偏见 而且他面对湖门 也是难得的心无杂念 这样的人可以相交 何不从他开始 试着在与人类多接触接触呢 我仍然背对着他们 把脑袋一直垂到了胸口 心里那股落寞和不安 毫不掩饰的释放了出来 他们耐心等待着我的回复 怕我害他们于无形 但实际上我才更怕他们 妖灵鬼魅都是直来直去 哪有人心可怕 柳仙化成人形 坐到我身边 他搂过我的肩膀 让我依靠在他身上 他垂下来的墨绿色发丝 扫得我的脸颊直痒痒 小时候我被村里的大人 小孩欺负的躲起来时 他就是这么晃晃悠悠的飘荡过来 把我抱在怀里的 我一下就安心了 柳仙轻轻的说 别怕 我们会一直守护你 一直 九 爷爷说过 与人相交 首先要真诚 既然决定好 要从梁子诚开始 多多接触普通人 早日融入社会 那起码在我家闹鬼这事上 就不能再继续耍他了 得找个机会 和他说清楚才行 而且 他的那件事 也得帮他处理好才行 我打开手机 看了一眼里面的余额 泪流满面 希望梁子诚 看在我帮他的份上 不要讨回他 给我转的钱 不能坑蒙拐骗的 穷苦人民和穷苦家仙 很需要这些钱吃饭的 下定好决心后 我走到窗边 拉开帘子 此时月亮已经在云后冒了家 我家隔壁左右的村民们 早就搬得远远的了 所以除了我家旁边一圈 有光亮以外 四周全是黑漆漆的 阴气很重 安静的月色中 有人吱哑一声 打开了一楼的门 梁子诚走了出来 似有所感的回头一望 看见了我 他朝我招招手 朗声道 淋浴夜 我去修一下手机 劳烦给我留个门 我扫了一眼 院门外柳树下的阴影 抿着嘴 喊道 我跟你一起 我穿上外套 和坐在客厅的胡逊 打声招呼 胡逊捏着本 如何做一个普通人 在那看 敲起的二郎腿一晃一晃 看起来很是犹在 他头都没抬 说了句 如果解决不了 就喊我的名字 我知道 我嘟囔着 梁子诚在院门旁等我 他有些不好意思 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斜了他一眼 没好气的说 村子里只有一家店 能修手机 而且这点肯定关门了 你确定 不用我带你 直接去找老板吗 梁子诚忙说 谢谢 需要 晚上正式直播的 黄金时间 我的备用手机 拨五分钟 就会烫到关机 不然实在是不好麻烦你 我轻轻哼了一声 打开手电筒 领着他出了院子 路上 他心情很好的左看右看 还在那大口吃空气 然后打个喷嚏 好冷 他环抱着双臂 用手搓了搓胳膊 没一会儿 他又抖了一下 撕 怎么一下就降温了 后脖梗都凉嗖嗖的 农村的昼夜温差 一般都很大 但梁子诚的脸色 突然变得惨白 趁得他一双眼睛又黑又大 一时让人分不清 那是瞳孔的不自然放大 还是只是他单纯睁大了眼睛 我顿住脚步 感受到温度骤降的同时 还嗅到了一股 若有四无的腥臭味 果然 离了家仙的地盘 梁子诚身上的那个麻烦 就急不可耐了 怎么了 见我停下脚步 梁子诚开口问道 我故意挑起话题 主播大哥 我一直很好奇 原本应该是干净 爽朗的表情 这会儿看起来却有些猙獰 但他一点也没意识到 自己的不对劲 怎么可能 我又不是柯南 我那是因为梦 说到梦这个字的时候 他像是按下什么开关一样 神情忽然变得恍惚 嘴巴一张一合 他开始不由自主地说出了 他藏在心里最大的秘密 你知道我为什么坚信 这世上一定有鬼吗 你知道我为什么 一直在找鬼吗 其实 这都是因为我的梦 他说这话的时候 忽然起了一阵风 风吹得我们身后 许多树木的叶子 沙沙作响 也吹得柳树下一个模糊的身影 颤了颤 那片阴影处 突然伸出一双 近乎透明的苍白的手 于半空中 积极向梁子诚靠近 看起来好像要捂住他的口鼻 又像是要掐死他 我猛地把手电筒照过去 无声地做了个口型 退 那双手瞬间置在半空 接着微微缩缩地退了回去 我注意到 那双手的右手无名纸上 有一枚银色的戒指 这边 梁子诚仍在自顾自地说话 两年前 我从小就想当一个侦探 所以梦到这些东西之后 就把它当成了一种解谜游戏 试着寻找其中的关联 结果我一找 竟然发现他们都和现实对得上 而且几乎都牵扯到了某些世界 我想过报警 但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 我是从哪里得到的线索 所以我开始另辟蹊径 做起了直播 我一直以为我 这是什么劫后余生的特异功能 但我多少也是有点脑子的 我通过这些梦里的细节发现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某个人 也许 是某个鬼一样的生灵让我知道的 但他为什么要让我知道这些 他是谁 我能不能帮他做点什么 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 也一直试图在梦里和他沟通 在现实寻找他的痕迹 只可惜他从没回应过 而现实中呢 我甚至连一点鬼影子都没遇到过 原本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了 直到两周以前 梁自成一字一句地叙述着 他的背后一股浓烈如墨的黑暗 正随着他的话语逐渐扩大 我的耳边逐渐能听见一些窃窃私语 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声音 梁自成继续说 我梦到我被关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子里 我拍打着罩子响出来 结果罩子上突然出现密密麻麻的两个血字 去哪 我突然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我感觉是他出事了 我大喊去哪里 去哪里 很久以后 半空中飘下来一张纸 上面写着你的名字和你家地址 在我看清那些字的一瞬间 纸消失了 从那天起 我就再也没有做过任何梦 林一叶 你能告诉我他去哪了吗 十 说完这些 梁子成身后的黑暗 延伸出一些类似触角的东西 他们一起朝着某个方向颤抖着 这种摇鬼的咒 不管什么时候看都怪恶心的 我收起脸上嫌弃的神色 知道现在要是再不出手 梁子成不嘎也傻了 我迅速凝神 把手电筒照到梁子成全身 朗声咽道 天上抬心 硬变无停 驱邪妇媚 保命护身 空旷的小鹿响彻我的声音 然后月光变得奇亮 它只是那样清清浅浅地 往我们身上一洒 小路上灰色的阴暗 便没了任何遮掩 柳树下的鬼魂 已经没入了树干中 梁子成身后的黑暗 则像以学被导致的溃散 接着 一阵和风从我身后 直直朝梁子成吹去 他又打了个喷嚏 眼神逐渐清明 他猛逼地左右看了看 怎么了 我刚刚说了什么 咦 感觉回温了 村里的天气这么不可控吗 见他又恢复到了 之前那个蠢不拉击的样子 我翻了个白眼 又向前走了起来 没什么大事 你刚刚被鬼缠上了 我没好气地说 什么梁子成惊恐大叫 我怎么什么记忆都没有 那不是亏大了 他一个箭步追上我 想拉我的衣服 但又觉得不大好 便收了手 他急急地问 我怎么遇到鬼了 我做了什么 我再做一次 还能不能遇到 等一下 你能看到鬼 鬼长什么样 跟我说说 跟我说说呀 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 好像有三个柳仙 在我耳边唠叨 我叹了口气 一脚踩在黑夜之上 边走边说吧 这夜路可不短 十一 林家村唯一一家修手机的店 当然是关门了 我指着老板的家 让梁子成自己进去找他 我在外头等你 我坐到了院门对面 谁家没拿进去的椅子上 梁子成看了一眼 亮着灯的平房 又看了一眼 我周围的黑漆漆 语气诚恳 那你要是遇到鬼了 一定要喊我 一定哦 我 你快管 他心满意足地去敲门 很快就有人 把他引了进去 他回头朝我挥挥手 又指了只手机 过了十多分钟 我一边开开关关手电筒 一边点进他的直播间 果不其然 直播恢复了 啊啊啊 橙子你终于出现了 地震以后怎么了 你快说说 吓死 要不是主播更新了状态 我都差点要报警了 主播 你找到林一夜 做坏事的证据了吗 最后那条弹幕 是荣成灵绍发的 梁子成录着八颗牙 跟粉丝们打招呼 然后一句一句 回复他们的消息 他告诉粉丝 地震的时候 手机不小心摔坏了 所以才断播了 现在刚修好 就来给大家报平安了 又说好可惜 暂时还没发现我家有鬼 但他会努力寻找的 弹幕嘻嘻哈哈笑成一片 鼓励梁子成继续加油 只有荣成灵绍 还在不依不饶的 一遍一遍的发 主播 你找到林一夜 做坏事的证据了吗 就在这时 梁子成身侧 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小伙子 你找到地方住了吗 要是没找到的话 今天可以住我家 价格便宜 那声音像是一台 被风吹响的破旧机器 难听得很有辨识度 正是修手机的老板 梁子成笑着偏头 不用了 我住在那边的林玉叶家 老板择了一声 随后又笑了 笑得不怀好意 也是 老头子家 哪有年轻小姑娘家住的乡 花了不少钱吧 那个鬼丫头 虽然身上不好看 但年纪小 又放得开 关上灯 其实滋味还不错 哈哈 梁子成被老板 突如其来的开车 弄得一愣 等弹幕连刷了几个 后才反应过来 他干干脆脆的 把镜头一转 拍到了一个 手上捏着500块现金的 驼背中年男人 梁子成沉声说 我现在正在直播 近万人看着呢 你不要随便 造别人小姑娘的谣 老板的笑像是卡住一样 他浑浊的眼睛 往右上方看了好几下 接着又爆发出一阵笑 什么近万人在看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你不就是在录视频吗 又不是在录电视节目 看样子 老板虽然会修手机 但对直播却不怎么了解 他又说 行吧 行吧 是我造谣 直播间的弹幕顿时乱飞 哇 看不出来 长得那么清纯的姑娘 私下里竟然这么眼 谁说话你都信啊 我们大成子心里只有抓鬼 性感女网红往他身上贴 他都看不见 你说他去嫖 我是万万不可能信的 哎哟 就你家主播最正直了 正直还说 要住一小姑娘家里 其中荣承林绍 蹦打得最欢 他用他那七彩的弹幕 刷着屏 他说的没错 林一叶就是个烂货 他都被睡烂了 梁子成气得眼睛都红了 他冷冷的对老板说 你说的这些话 我都录下来了 还有直播间的某些人 他的脸正对摄像头 表情严肃到可怕 话不能乱说 弹幕也不能乱发 网上可不是什么乏外之地 你们开开我的玩笑 没问题 但要是造小姑娘的黄瑶 就等着被起诉吧 直播间一下乱了起来 有人附和 有人骂骂咧咧 不少弹幕表示 自己只是随便说说 这主播怎么搞这么认真 弄得好像大家都是罪犯一样 连带着在线人数和粉丝数 都少了一节 对此 梁子诚只是瞟了一眼 并不是很在意 倒是修手机的老板 被他一番话吓到了 老板指着他口不择言 什么起诉 什么造谣 你别欺负我是乡下人 你也不想想 他一个丫头 上头没有长辈 又好吃懒做 不中对不打工 哪来的钱养活自己 除了卖 他还能靠什么赚钱 梁子诚吃笑了一声 就不许别人运气好 靠呱呱乐养活自己 老板 弹幕 靠什么 风太大 我没听清 十二 看着屏幕里 老板傻眼的样子 还有直播间那些 哪来的警理 求求你 让我沾沾前气的弹幕 我抱着手机 笑得直跺脚 呱呱乐这事 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来的路上 为了不让梁子诚 深挖保家仙的事 我七七八八 扯了不少话题 其中就提到过呱呱乐 因为爷爷不让家仙们 骗人钱财 他们又不能离我太远 所以家里实在 没你下锅的时候 白仙会变成大人的样子 去买呱呱乐 白仙能给人带来财运 他刮个五百一千 完全就是小意思 至于为什么 同样能带来财运的 狐仙和灰仙不去 狐血那张脸 太容易被记住了 实在不适合中将 灰仙是个大爹 他才不会去干这个 这时 聊完呱呱乐的梁子诚 已经思路清晰 有条有理的 把老板对的说出话来了 不仅如此 他还在那 跟直播间的粉丝科普 为动作 男性心虚的时候 喜欢摸鼻子 对 你们看得很仔细 老板刚刚说 林一夜偷他家东西的时候 就摸鼻子了 这个粉丝说的没错 眼睛往左下 看是回忆 往右上 看是思考 众所周知 撒谎是不需要回忆的 而此时的弹幕 一半被他带着 紧盯着老板的动作和表情 一半还在 夸夸紧你小妹妹 球蹭前气呱呱乐中大奖 热闹得不行 我一边滑动屏幕 一边忍不住自言自语 原来人类也挺好玩的 也并不都是会听信 直言骗语的 刷了一会儿 我发现自己脸颊的肌肉 有点酸 财后之后觉 我一直在笑 我揉了揉脸 忽然感到耳朵旁边 有寒意浮过 你在笑什么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猛的回头 入目却是一片空无的黑暗 你在看哪 声音又变到了另一边 我跳起来转身 用手电筒照向身后 这才发现 术后站着两个男人 但不对 他们所在的地方 和两次说话的声音 都不是同一个方位 我动了动鼻子 又嗅到了那股腥臭味 只是这一回 气味加重了 术后的两个男人 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是村里的两个地痞流氓 他们嘴上挂着吊锒铛的坏笑 眼角却没有一丝褶皱 眼睛也都像外秃着 哎呀 灵依夜 这么晚还在外面逛啊 是不是想哥哥了 其中一个流氓 语气轻飘地走上前 动作看起来 有种古怪的机械感 我警惕地后退两步 离我远点 牛口臭 那流氓一正 骂骂咧咧地冲过来 要揍我 我反手就把手电筒 砸到他脸上 我手上这个手电筒 是那种老式手电筒 贼拉大 往他脸上一砸 就砸掉了他一颗牙 鼻子也出了血 血溅到了手电筒上 手电筒的光闪了闪 我迅速瞟了一眼 正在往吃金色符咒上爬的血 好像有点不妙 就在我愣神的功夫 站在后面的另一个流氓 骂了一声贱人 抄起地上的椅子 就朝我扔过来 我急急往后退 谁知道 脚下突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 我一屁股跌到地上 再抬头一看 椅子近在咫尺 完蛋 要被砸到了 就在这时 椅子一侧 突然浮现出一双苍白而透明的手 他做了一个推的动作 下一秒 椅子在我手边四散开来 林玉叶 你没事吧 是梁子诚的声音 我寻声看过去 梁子诚正抓着手机 急切地向我跑来 倒不完全是为了救我 他身后还跟着歇斯底里的老板呢 把手机给我 老板大吼 视频扇了 梁子诚长手长腿 跑得奇怪 他头也不回地大喊 给你也没用啊 我那是直播 你说的话 网友都听到了 13 趁着两个流氓的注意力 被老板和梁子诚 吸引过去的功夫 我赶忙爬起来就跑 快走 鬼来了 我朝梁子诚喊 他奔跑的速度 竟然又提了一个档 真的吗 在哪里 在哪里 梁子诚一下 跑到我前面 顺手把差点摔跤的我拉了一把 你脚扭了 我含含呼呼应了一声 梁子诚立刻停住脚 弯下腰 上来 我背你 我利落地扶到他背上 接过他的手机 他还开着播 此时屏幕上飘着弹幕 什么鬼来了 这不是最阳间的直播间吗 鬼在哪 我大成子功夫不负有心人 真遇鬼了吗 我按下了平波键 梁子诚也喊 鬼在哪 追你的那两个吗 他们不是人吗 喊着就想回头看 别回头 往前跑 我立声说 梁子诚赶紧把头又转了回去 他们是人 但被鬼吓咒了 我咒着解释 还有手机店老板 他从踏出院门的那一刻起 也被吓咒了 我回头看过去 不出所料 手机店老板的动作 因为如此 他们仨的奔跑速度仍然很快 离我和梁子诚 只有两三个身位 此时此刻 这三个人 已经完全被鬼咒 占满了身体 他们眼睛突出的更加厉害 好像下一秒 眼球就会飞出来一样 他们眼白尽湿 眼眶被拉扯的极大 内外眼角向太阳穴 延伸出七八条青筋 看起来十分吓人 手电筒要没电了吗 梁子诚的声音 拉回了我的注意力 手电筒是我举着的 梁子诚话音刚落 手电筒的光又闪了两下 我手腕一扭 看到上面画着的光明昼 只剩一半了 另一半已经完全被血污所浸染 你的夜视力怎么样 我问 还 还行 那就好 朝着有月光的地方跑 说完 我把手电筒 朝追得最紧的流氓身上砸了过去 口中念叨 天之光 地之光 日月星之光 普通之大光 光光照十方 最后一个自念出口的时候 梁子诚的脚 正好踩到一个小水坑 那水坑里印着月亮 当他的脚踩离时 水坑中的光渐渐变亮 和手电筒所照出的最后一抹光亮融为一体 他迅速往上升 像敦煌仙子的薄纱一样 温温柔柔地缠上那三个越来越像鬼的人身上 瞬间拉紧 咚 一声 三个人一起摔倒在地 一边在地上蠕动 一边从喉咙里迸发出野兽般的嚎叫 他们身上飘出了丝丝黑烟 在光滑下十分明显 梁子诚停下来回头 眼中亮闪闪 你好厉害 虚空中却传来一声冷哼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 就这 语气很势不屑 我宁起眉 这才是那个问我在笑什么的声音 那声音又说 梁子诚 你以为找了这么个懂点法术的小姑娘 就能逃出我的手心了吗 梁子诚一正 茫然问我 嗯 冲我来的 那声音沉默了 但我偏偏能从沉默中感受到愤怒 我很同情 你好可怜 他都不知道你在追杀他 我要活寡了你们 那声音暴怒 也多亏他情绪起伏太大 他的身形隐隐在月光中浮现出来 看起来像是个一米七五左右的年轻男子 虽然我倒数水平比较拉垮 但这个咒本身很强 能不受影响 这家伙至少是个厉鬼 我朝梁子诚竖了个大拇指 不愧是你 总能戳到神神鬼鬼的痛处 有才 梁子诚 谢谢 谢个屁 我打不过 快跑 十四 我率先跑了起来 梁子诚 你不是脚扭了吗 应该是扭了 但我痛感迟钝 能跑 不行 我背你 背个屁 分散站位懂不懂 不然对面一个技能 我俩团灭 那怎么办 我们光是跑 能跑得掉吗 不能 所以我要摇大佬了 我俩边护吼 边努力躲避厉鬼的攻击 好在那鬼一副戏耍的样子 说是要活寡我们 还真没下狠手 眼看我们离那三个 被吓了咒的人越来越远 我停下了脚步 这个距离应该波及不到了 不跑吗 哈哈哈哈 去死吧 随着那声音一起袭来的是 数十双隐隐绰绰的鼓手 其意的是 明明是骨头 上面却长着又长又立的指甲 这些鼓手毫不客气的 直逼我的双眼 喉咙 心脏和四肢 像是要抓住我 把我撕裂 杨子诚此时才刚反应过来 但他已经往前跑出好几步了 他见我站在原地不动 没有一点犹豫的又朝我跑来 口中喊道 小心 我不躲不避 睁大眼睛 额头和眼球本能的因尖锐利气靠近 有了强烈的不适感 但我没有闭眼 反而勾起了笑 我朗声呼唤 胡逊 灰上青 白楚 名字是最简短的咒 一道温暖的 火红色的旋风回应我的声音 自我脚下声腾而起 他绕着我转了一圈 那些鼓手就捞了个空 长长的指甲也烧了起来 厉鬼发出一阵惨叫 火红色的风缓缓停下 最后化成一只大尾巴狐狸 他身体雪白 尾巴肩成赤红色 一张嘴发出如婴儿啼哭般的叫声 厉鬼立刻捂住自己的耳朵 但仍被狐狸的叫声压得跪倒在地 身形逐渐实体化 梁子诚正正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 青秋之山有寿烟 其壮如虎儿九尾 胡逊也听见了 他朝梁子诚眨眨眼 尾巴一下从一条化成九条 我 有毒吧 你个假九尾 你明明就六条尾巴 灰仙和白仙就没这么骚包 白仙只在我脚边现身了一下 朝我脚踝吹了一口气 就消失了 但我知道他已经到了三个被鬼吓咒的人身边 灰仙则手握弯刀往鬼影那边冲过去 老家仙不能害人 不然会影响功德 但他们能斩鬼 有了这几位大佬 我和梁子诚只要在一边嗑瓜子就行 我俩蹲在树下 看着灰仙几刀就把厉鬼剁散 然后用手栩栩一抓 又把人家捏实了 跟捏像皮泥一样 完全就是秒杀 鬼影大叫 救命 救命 仙爷 我错了 别杀我 别杀我 天边骤然传来滚滚雷声 三位家仙不约而同抬头看了看 脸色都沉了下来 胡逊在我耳边轻声说 有大佬要保着厉鬼 不许我们插手 我也抬头看去 月亮渐渐被一片乌云遮住 我们周身的光越来越暗 气温越来越低 这就奇怪了 谁会维护一个为非作歹的厉鬼 灰仙冷着脸停了手 他顶着一张少年脸 两根手指 粘着几乎要成颗粒状的厉鬼 走到我们面前 叫阴差还是直接打散 这就是在炸那鬼了 厉鬼吓得直抖 他连忙说 别打散 别打散 求求你们放过我 只要放过我 我保证再也不伤人了 我还能做梁子诚的小鬼 我能替他赚钱 保护他 我眯着眼睛瞅粒鬼 不说话 他不知道有大佬在保他 更奇怪了呢 梁子诚看我们都没说话 带着胆子问粒鬼 你都追杀我了 我怎么会养你 我心那么大的吗 粒鬼吃笑一声 你养一个是养 养两个难道不是养了吗 再说了 你的小鬼都快魂飞破散了 留着有什么用 梁子诚愣神 什么意思 粒鬼眼珠一转 黑黑直笑 原来他不是你养的 梁子诚突然不说话了 他皱着眉 拧起嘴 不知道在想什么 粒鬼模糊的脸露出一个大笑 哈哈 搞半天他竟然是个单相思 笑死我了 都快魂飞破散了 还不愿让你知道他的存在 梁子诚突然跳起来 用手去抓粒鬼 他怒吼 你什么意思 他在哪 别碰他 我大惊失色 15 没人料到梁子诚会突然用手去抓粒鬼 这可能只是他暴怒时的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灰仙只来得及用刀背挡了一下梁子诚 但他手长 在他的指尖游离 覆盖住他的身体 梁子诚被附身了 他猛地张开嘴 一股带着恶臭的浓黑烟雾扑面而来 我的眼睛都被熏得睁不开了 等我好不容易睁开眼 人已经站在了高高的的楼顶上 四周是灯红酒绿的明艳夜景 有声音在我脑海里哭诉 呜呜 被戴绿帽 被辞退 还被爸妈当着所有亲戚的面乳骂 太痛苦了 干脆死了算了 接着 我从高空坠落 摔成一滩烂肉 我的灵魂撕扯着从肉体脱离 在围观人群的外围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我初中的哥们梁子诚 这小子家里穷 上学的时候总被欺负 多亏有我替他出头 没想到现在长得人高马大的 身上穿着戴的也都是好东西 鬼使神差的 我跟上了他 没想到这个过去只能低着头 唯唯诺诺的跟在我后面的小弟 现在住上了大平层 还成了小有名气的主播 我跟了他七天 第七天的时候 他接了个电话 开车去了我家 我妈还记得他 贬低辱骂我的时候只会笑 现在哭给谁看 他拉着梁子诚说了很多 说到后来就诠释他 要是像你一样多好 他怎么能狠得下心 抛下我和他爸呢 看着他抓着梁子诚的手 看着梁子诚温和的笑 我觉得胸口好痛 头也好痛 凭什么 小时候明明是我比他强 我才是那个站在人群之中的人 而他梁子诚 永远都只配站在角落 凭什么他把日子过得这么好 我只能做鬼 亏探他的幸福 我恨 好恨 我要杀了他 我要杀了他 我要 我要开挂了 都闪开 16 我眼前的画面 就像老旧蝶片 按了暂停键一样 全没了动静 幻境中的梁子诚 和年迈的女人脸上 甚至出现了七彩的马赛克 你说什么 我脑海里的声音很猛 他还没出戏呢 我大喝一声 滚出去 下一秒 幻境崩坏 我的意识回到了现实 我魂体出窍 把身体扔给胡逊 一身血液的站在了夜色中 零点过了 我淋浴液终于能用挂了 我自己来解决吧 你 你是什么怪物 背负身的梁子诚 看着我现在的样子 惊恐大叫 他仗着嘉仙不能伤人的规矩 把灰仙和胡逊耍得团团转 而且他周身的力量 也因为不明原因 暴涨起来 变得比之前强悍很多 但那又如何 我透过梁子诚的眼睛 看我现在的样子 半边脸腐烂 急腰长发胡乱散着 双眼还冒着红光 真怀念啊 我这半身鬼王的样子 我一跃而起 伸出手向他脖子掐去 笑得比他之前还邪 我是你姑奶奶 梁子诚躲避不及 一下被我掐住两脖子 我手下一个用力 就把厉鬼的魂魄抓了出来 啊 他放声尖叫 我一巴掌呼过去 叫声停止了 要你欺负我 要你追着我跑 没想到吧 姑奶奶 我是鬼中霸王 我把他扔到地上 一脚接着一脚的踹 每踹一下 他身上就消散一些鬼气 那些鬼气还想往他身上钻 被我狠狠瞪了一眼 最后只能颤颤巍巍逃走了 天空也是一片安宁 就在这时 梁子诚呆傻的声音传来 你 你是林一叶 你真是鬼 我朝他绽放出一个鹿耻笑 他打了个哆嗦 十七 你竟然是黄祥飞 梁子诚脸色复杂的看着厉鬼 因为跳楼自杀的缘故 黄祥飞的脸看起来比我还可怕 再加上 他一直没有正经的 在梁子诚面前现行 没被他认出来也正常 厉鬼黄祥飞 被我的一根头发绑着 一点也动不了 他颓然的低头看着地上 并不回梁子诚的话 我踢了他一脚 你把我拖进的那个幻境 后来发生了什么 林 林一叶你 你别踢了 他看起来都要消失了 梁子诚小心翼翼的说 黄祥飞也怕我在下脚 他乖乖的叙述了起来 原来 他当晚就吃掉了他母亲的生气 魂魄也因此饱满起来 他的计划是找到梁子诚 先吸食他的气韵 让他被生活压垮 再吞掉他充满负面情绪的灵魂 但他却被梁子诚身边的 一个女鬼赶走了 那女鬼身上有功德 黄祥飞打不过 后来他不知道去了哪里 做了什么 在来找梁子诚的时候 已经脱胎换骨成了厉鬼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胡迅严肃地问 黄祥飞摇头 胡迅陷入沉思 变成厉鬼的黄祥飞 再对上女鬼 那就是虐菜了 但女鬼不论受了多严重的伤 都拼命保护着梁子诚 为什么梁子诚很怅然 我怂怂间 不如你自己问问他 我走到一棵柳树边 双手没入树干 缓缓后退 牵出了一双比月光还淡的手 只可惜 他也就剩一双手了 再没有多余的力量凝结出身体 要问吗 我回头看梁子诚 他死死盯着那双手上的戒指 脸上的肌肉开始不断颤抖 半嗓落下了泪 妈 那双手莫得抓紧我的手 梁子诚捂住嘴 眼泪不断从指缝中流出 那个戒指 是我妈的戒指 她生前是一名警察 难怪会给她线索 难怪会鼓励她去解决那些案件 难怪会拼着魂飞魄散 也要守护她 我闭上眼 向那双手注入自己的力量 梁母的魂魄渐渐充盈起来 看着她那张似曾相识的脸 我一愣 你是季家人 梁母点头 目光眷念的看向梁子诚 脸上露出了慈爱的笑 我也看向梁子诚 但我没笑 我的表情十分扭曲 我就说 他怎么会让梁子诚来找我 他怎么知道我能帮到他 原来是天杀的季家人 梁子诚正傻傻地站在旁边 盯着自己的母亲 根本没注意到我一副要吃了她的样子 孙家 你可不能吃人哦 胡迅的声音骤然响起 仔细听 还憋着笑 我一脸便秘样地招来了黑白无常 卫生 黑白无常来得很快 他们带走了黄祥飞 也带走了梁母 不同的是 黄祥飞的入音司受审 在地狱里赎罪 梁母大概率会安稳投胎 投生到一个幸福的家庭 不算出乎意料的是 梁子诚很快接受了又要和母亲分开的事实 他还快乐地许诺 逢年过节会给母亲稍抄多钱 用他的话说 能在母亲去世后 得到他那么久的庇护 能再见他一面 已经是撞了大运了 白无常走之前意味深长地警告我 都盯着你呢 一旦行错了路 我随时都会把你抓回十八层地狱 我掏了掏耳朵 又从肉身的荷包里掏出一颗大白兔奶糖 吃不 白无常脸一抽 黑无常闷笑着把他拉走 顺便带走了大白兔 月夜姑娘 下次见